大家好,今天是11月8号星期日 周末本来想休息一下 但是还是有很多节目要做 这期节目就是关于选举舞弊和辟谣 以及没有辟谣的那些舞弊传闻的极井 我说过一定要做的 虽然现在有好几十几个国家已经恭贺拜登当选 拜登他们也已经发表了可能要胜选的演说 然后推特号也改了 但是我说这个节目一定会做出来 本来这个节目我昨天就想推出 但是随着网上铺天盖地的这种舞弊的传闻 每一条都要去查 还是非常困难的 结果材料越积越多 加上又是周末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了 首先说密西根6000票 那个传闻是真的 那个网上甚至有辟谣说是假的 但是最后是真的 当时确实共和党州的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罗姆尼都去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线确实是错了 6000票后来纠正过了 其他线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天罗姆尼也向拜登发了贺电了 关于这个事我再说一下 当时就是11月4号的时候 网上安吹姆线 他关于票数出错 他有两个说明 一个是今天早上 就11月4号 安吹姆线书记员谢里尔盖伊 意识到非官方选举中有明显的差错 然后呢 文员办公室一直在核查 找出可能的差异 以及通过跟投票软件和硬件的公司 叫Election Source合作 然后这个盖伊说呢 到了下午我们预计有明确的答案 后来到了下午 这个线又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呢 凌晨4点的非官方结果呢 不正确 已被删除 选举软件计算的投票 总数与官方所依据的这个表 那个那个数据啊 不符 所以呢 将手动删除 每个区域中的 与官方结果所依据的那个 印刷的指质投票表格呢 不符 所以将手动计算的每一个选票 跟那个计算机系统中核对 并且修订过了 这就是6000票的由来 这个线修正过 其他线没有发现 据说还有其他30个周 都在用这个软件 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结果 可能也没有发现 就是巨大的数字差异 然后还有传言说 有两个计票软件 被民主党的特工公路 造成大面积改票 这个没有任何主流媒体报道啊 暂时存疑 暂时存疑 然后宾夕法尼亚 为什么会这么慢 宾夕法尼亚各个县呢 他是他后来解释了啊 就说没有办法 一开始计算选票 直到11月3号的上午7点啊 有的县是 11月3号投票日上午7点 开始拆那个信封 开始数那个邮寄选票 所以特别慢 还有几个县要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的7点 才开始计算选票 所以宾夕法尼亚的统计票数 这么慢 还有人说就是有幽灵选票 死人啊 然后也能够投票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选民登记啊 还有就是选民登记的人数啊 比那个县的合格选民要多 这个呢 我查了一下 其实是美国选民登记制度的一个惯例 他把这个叫dead wood 叫死木头 就是选民登记册中呢 有一些 嗯 现在已经不在世的 或者无效的人 但是还在登记册当中 这个呢 官方知道 他存在这种冗余数据 但是他为了 有一些特定的目的 要留着这个数据 什么呢 就是过去曾经有一些地方啊 白人主义至上他就压制新来的移民和 就有色人种投票 所以他可能呢 采取一些压制某些族裔某些团体投票的方法 比如说把投票站搞得很远 把这个地区的邮箱搞得很少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 反正是一些种种策略吧 所以后来是哪个州 乔治亚州还是哪个州 后来发起一个公平投票运动 然后联邦法律就规定呢 以登记的选民必须保持在这个选民登记册上啊 不少于两次大选 就是哪怕你在这中间你没有资格了 失去资格了 但是你也要至少保保持四年 我看啊 四年到五年 所以这就造成了理论上肯定是有一些垄于选民的 但是呢 他在投票的时候 有的投票站是要核实你身份的 你在那个登记册上 而且你你是活人去啊 然后是那个要身份证件 邮寄选票呢 就是说要有你的名字和地址签名 然后同名或者同地址的 他会核对是不是同名 有几个人 同名的人只能投一次 所以虽然有的那个网上有的人说 家里收到了两个选票 以前比如说儿子女儿住在这搬走了 但是还收到他的选票 但最后你要是用这个选票投的话 他会给你删掉的 关于这个 对了 那个压制选票的历史呢 以前有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都报过 佐治亚州就有这种历史 甚至在少数族裔的地方 关闭投票点 制造种种不变 限制选民 收紧 并且用限制性规定 可以让选民注册无效 还能够作废选票 这个在以前是发生过的 所以在佐治亚州曾经发发起过一个叫公民投票公平运动 然后联邦法律就规定了这个 然后这个幽灵投票啊 就是你可以就是死人100多岁的人也可以注册 但是你可以注册 但是呢他会在最后有个审核啊 把这些人呢 好像跟什么死亡登记名单核对啊 如果就是说给你删掉 网上还有一段录像 就是说有愤怒的投票者啊 然后什么跟那个投票人员吵吵架 然后投票人员在那图改数据 网上是有这个录像 这在英文的推特上在流传 这个录像呢 后来人们就把它放大一点 就发现这是俄罗斯选举时候的投票的录像 他那个投票箱上印着双头鹰的国徽啊 这是在英文世界比较流传的一个 然后关于那个最著名的两条线 就是那个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 在凌晨分别共和党和民主党嘛 两条曲线突然蓝线往上有一个跃升啊 那两条线是有人解释了 一个呢是全国各地的邮寄选票 然后统计结果汇总 结果突然就把它抱上去 这是在那个宾夕法尼亚 一下多了多少 一万九千多票还是多少 还是十九万票的啊 那是统一上报 所以有个跃升 而且呢 那个线段里面呢 其实红色也有跃升的 也有投川普的 但是没有蓝线多 而且它被蓝线遮住了 因为蓝线就在那超过红线了 你明白了 就是两道线啊 蓝线比它长 完全遮住了 所以网上有很多人都遮出T恤衫了 那两道线 其实人家是有解释的 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疑点 是那个荧光笔啊 一个就是视频当中 一个女士在门口 就给人那个投票的人 发那种叫游性的那种 那种笔啊 写在黑板上的 然后其实这种笔呢 据说机器没有办法读取 那个笔叫什么什么杀皮笔 最后实际上呢 是投票机是可以读那种笔的啊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 那个投票站人出来说了啊 那种笔是可以被正常那个读取的 还有关于就是选民登记啊 刚才所说的那个死木头的问题 选民登记 那个传言当中 推特说就是有一个 线的注册选民是312万9000 然后总共的票数呢 是323万9920 就是说投的票都超过了登记选民了 那个传闻是因为 那个推特上用的数据呢 是过期的 是几年以前的 最新的数据呢 就到11月1号 那个叫哪个线来着 我看一下啊 威斯康星 威斯康星的投票总人数 是368万4726 最后呢 是收到的总票数是323万9920 是没有超过那个数字 还有一个就是烧川普选票的 那个视频啊 几辆大卡车并排在一块 一个人在坡子上 看在底下堆的全是邮件一样 或者看不清楚 有的其实是包裹 然后有个镜头在烧 说是在烧川普的选票 这是2016年 有一个叫阿拉伯国家 把进口的法国货 扔到了沙漠里去烧 那些都是集装箱 然后那些东西都不是邮件 都是包裹 而且这个消息还是查了阿拉伯文 好像不是阿拉伯文 是孟加拉文 据说有一个人是 一个辟谣网站是查到的 现在唯一一个 还有一个叫偷选票 就是佛罗里达街头啊 几个 有几车子邮件 把它丢到那了 那是一个 在2018年10月份发生的 那是一个邮政工人 是什么与领导发生了矛盾 然后当天辞职了 就把那个邮件 小推车都放在路边 他就走了 现在唯一一个偷邮件 确认的就是前天 在纽约布法罗 27岁的一个人叫威尔逊 他是真的是偷了邮件 面临的是五年监禁 25万美元的惩罚 他好像是也是要辞职了 所以那天呢 他就把那个邮件弄回家了 他的车的后备箱 边境保护局的人 发现一个USPS的邮箱 里面有两个缺席选票 就是两个选票 然后有106个 就是官方的邮件 包括超速罚单啊 什么的邮件 106个 还有220个 就是priority的 那种优先会计的 就像有点像EMS 和484封标准邮件 这就是纽约伊利县选举委员会 发给纽约州布法罗的两个缺席选票 就是丢两个选票 然后这个人被抓了 他也是因为跟邮局领导有矛盾 然后就是关于网上流传的说 那个国土安全局 什么CIA在一些选票上做了标记 说的有人说这是钓鱼 有人作弊会查出来 昨天国土安全局发表声明 我们并没有在那个选票上做特殊标记 所有的选票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重大疑点 是没有明确的什么澄清或者辟谣 这个确实是个疑点 但是有人给出解释 这个是就是说 这次投票是总统和参众两院一起投的 刚好是在一起换届 然后乔拜登投票人数 往往比投民主党的两个参选人 票数要多得多 比如像在密西根川普和共和党人 就是詹姆斯参议员 只有7000多票差距 拜登和民主党彼得斯之间差距是69000票 还有佐治亚州川普和共和党参议员选票是818 那拜登和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差距是95000 就是说投拜登的特别多 反而投党派的比较他同党派的人很少 这个有人就是正常的解释就是人们选总统的积极性高 但是选那个议员可能他是根据政策 他有可能选的是拜登 但是投给了共和党的参议员 或者对那个参议员不是很满意 他就不投票了 但是就是投拜登一定要投 这是一个正常的解释 从反过来呢 也有人就是给出反正 如果就是反推法了 如果说你要作弊的话 你就是得同时作弊 你就把那个投拜登 然后呢 同时也投民主党候选人 你不会搞得差距这么明显 但是这个呢 目前没有人提出这是一个或者明显的舞弊 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你光从这个票数差距上呢 你看不出来 所以也没有人去对这个进行研究 不是没有研究是关注到了 但是没有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舞弊 但是这是一个疑点 还有一个最大疑点就是本福克定律 那个我昨天也看到了 所以本来昨天就想出这个节目 但是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必须一个个查 本福克定律简单的说 大家都知道生活中的一些随机的数字 然后他以一维开头的数字 和以二维开头三维开头的 本来一开头的肯定期望是九分之一 概率九分之一 但是生活中的数字以一开头的 是接近33% 然后越大的数字开头 他就越小 其实这个规律 我觉得是因为大数字的东西很少 你比如说一个小区 一栋二栋三栋 最多就到20多栋 你要到90多栋的小区 那就大的不成样子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不是研究数学的 我对本福克定律研究也不多 我就按照他现在的这种说法 反正当去年李永乐 去年11月20号 用本福克定律研究过 天猫2684亿销售造假一事 当时这个定律就很有名了 那么用这个规律 有人就分析了 而且是在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官网 那是在去年 他是用这个本福克定律分析 伊朗大选可能存在无弊 然后6月20号 华盛顿邮报也发了一篇文章 叫魔鬼存在于数字上 伊朗大选被撕碎的证据 说伊朗大选有问题 某个候选人在某个省 获得了14,579票 也是用本福克定律 然后就也用它来验证今年的大选 这里再补充一下 本福克定律也要有一定适用条件 比如样本要多 3000个以上 样本跨度要大 人的身高就不满足 小区的房子也不满足 因为人的身高都是一米两米之间 那三字开头的就没有了 还有这数据是自然的 不能人为操控 比如手机号都是一字开头 邮政编码也不符合等等 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来统计拜登和川普在威联 威斯康辛米尔沃基线470多个选区 首位数字发现 川普的这一数字比较符合本福克曲线 拜登的曲线形状则出现异常 还有什么说唱明星坎爷的曲线也都正常 只有拜登出现异常 然后还说在一些铁的红州 这个数据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摇摆州 弗吉尼亚和费城 拜登就偏离这个本福克定律 然后呢 也有人说 也有人反驳 有人发出了一个论文 叫本福克定律和侦查选举舞弊 就是有人说呢 本福克定律没有办法 为选举欺诈提供证据 就是说选举这个票呢 可能对本福克没有用 其中一个作者说呢 即便是自由且公平的选举 根据该定律 首位数字和第二位数字 都有可能产生偏差的情况 所以真正的选举欺诈 如果是有选举欺诈 反而会按照本福克定律篡改数据 这是反证法 有的人认为没有办法 认为本福克定律是能够证明欺诈 然后还有人说 川普的数据也不完全符合本福特定律 然后我还提出了第三种假说 就是因为拜登这一次啊 确实是拖了大量邮寄选票的服务 所以呢 他在之前没有邮寄选票的时候啊 可能两个人数据都符合本福特定律 那选的人就少嘛 也可能那个拜登不符合 因为本身他的选票就在后面 那个前面的数字他反而少 而川普主要是现场投票者 所以他一直符合 然后后面呢 那个邮寄选票都统计上来 那些数字就是被相当于被限定的数字 就不是自然数字 不是自然分布的 全是投拜登的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投他 所以他的数字就一下子上来了啊 也不符合本福特定律啊 这是目前的疑点和一些人的解释吧 总之就是这个是有一点啊 但是能不能说明5B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 就是那个顺丰快递啊 顺丰快递 有人说是就是海外的美国人 在中国的美国人用顺丰寄到美国啊 顺丰确实是现在有从海外邮寄到美国的这个业务 而且非常的快 也比较便宜 而且顺丰他其实是跟Fedex和UPS合作的啊 所以是这样的 好关于这个本福特定律呢 在疫情早期吧 三四月份 我看到就中国的官媒 也用这个来证明中国的数字没有造假 因为有的两个学者啊 他用本福特定律来看中国的感染数字 武汉的感染数字 他说那道曲线呢 显示没有异常 结果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是在三月份还是四月份啊 中共直接把那个死亡率啊 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一下加了五千多人 好像死亡人数一下加了一万人 然后那个感染人数加了一万人 死亡人数直接增加百分之五十 非常精确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呢最后一下子 本福特定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本福特定律呢 是不是能用于大选或者统计一个什么感染病的传染数字 这个还不好说 有带这个数学家去验证了 所以对于整个的5B的我的看法呢 就是第一大规模系统性5B呢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没有啊 但是呢我设想了一下 它要怎么去发生 一种呢就是邮寄选票5B嘛 那你需要把一大车的邮票参合进去 如果是每个线呢就是几千张 美国的信封都是那种传统的啊 扁扁的 然后1010个呢大概是这么这么多啊 可能没有可能这么多 所以100个呢可能这么多 然后1万个呢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正方体 那还是一个箱子吧 至少一个中等的箱子啊 呃一个线如果做几千张 那么你就要至少找一个人把这一箱子 假的呃呃呃邮件选票给放到那一大落里 呃那么你需要一个人 然后别人还不起疑心 呃如果是在一个州的总部呢 那么可能就是几万张选票啊 以如果我看今天川普有个说法是几百万张选票 我不知道他是夸张还是怎么的 反正如果一万张或者几万张选票 那就需要一辆大车啊 你最少也是需要一个人把这个选票都参进去 别人还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呢 大家可以具体设想一下 你要怎么样去改这个选票啊 呃另外一种就是软件作弊了 软件作弊这个方法啊 就是看那个数字 他有人工核实和软件两种 他还有各种数字相互比照啊 他不是说他整个选举系统啊 软件系统各种数字之间是有联系的 你要做假做了一处 你就要做另外一处啊 你你会去查软件作弊呢 现在有的州在查 但是罗姆尼也到了密歇根州 他也没有说出别的州 别的现有软件的问题 呃然后就是手工验票 人为给它划钩 这个东西呢 验票的过程的网上 有一些视频和数据啊 是有些视频教程 就美国大选如何验票啊 都是有两三个人在场 不可能是一个人在那验 呃也是要经过两道以上的关卡 所以呢就是要作弊 不是像大家想那么简单 只要把那个信封投进去 美国人再傻 他也没到这个程度 那最后呢 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川普他在会上说 加州人把所有的选票 寄到了摇摆州啊 几百万张 而且真的是通过邮寄过去 那么你只要统计的时候 统计好了就行 但是按照上面所说 即便有这种死木头的存在 Deadwood 那么你那个人名字 和你选票里的人名字 和你的地址你得对上 你从加州寄去的票 你寄到宾夕法尼亚 美国是很看这个邮件地址的 你知道吧 就是很多的银行卡呀 或者是一些水电账单啊 或者政府办事 都要求你提供三封的地址信 账单寄到你家 什么电话费寄到你家 水电费 你拿那个信证明你住在那 如果是加州的地址寄到费城 应该就直接就作废了吧 或者或者他会至少他会去查啊 不一定直接作废 因为也可能就是说 几万人都搬到加州了 但是他会查里面的姓名 是不是属于加州的登记 那个那个 宾州的登记选民 如果他人都不在那个名字上 或者说他在这儿投过一次了 那再跑到你那边投一次 那他就只能算一张 如果纯粹的加州选民 把票投到了宾州 那你根本就不在人家选民登记簿里 你就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想川普应该知道这些 他刚才在一个视频上 他就公开的这么说 还是有点怎么说呢 反正让人比较震惊吧 但是这只是我的看法 至于还有我不了解的地方 我毕竟也没有参与过 这个大选点票 还有没有其他的疑点 或者舞弊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也有人不少人在里面 提出了各种可能性 我电报群的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所以我这里只能再次重申一句了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 在这个事实报道上 我们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疑点 不会漏掉任何一件事 不管是拜登的丑闻 还是川普的丑闻 作为事实 我全都给你报出来 基于事实 然后再经过权威的验证 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然后在验证过的事实基础上 我们再提出我们的价值评判 川普这个人怎么样 拜登这个人怎么样 我支持谁当选 其实对于美国大选来说 我支持谁都不重要 因为我没有投票权 可能我也能混进马里兰那投个票 但是这是违法的 而且在马里兰投票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因为马里兰是个铁兰州 你投不投 他都是选民主党的 好 我这个就声明完了 所以作为一个新闻媒体 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面客观 然后之上再是我的评论 那个就再说了 但是我对美国大选的选票系统 我是觉得确实比较落后 虽然它行之有年 也比较有效 但是我只觉得 它是在撕裂不严重的情况下 它不会出大问题 每个州投票不一样 每个县投票时间也不一样 核对时间也不一样 开票时间也不一样 投票方式也不一样 这种方法只有美国能做得出来 你像东亚国家 日本台湾 还是你不要说中国了 那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现在美国社会撕裂 也这么严重 就像以前美国的那个邮包 它就扔到你门口 它啥也不管 什么照片也不拍 让你签收也不收 短信也不发 电话也不打 就把东西扔到你家门口 但是现在呢 随着移民的增多 它慢慢也 逃到门口还拍张照片 它其实也不发短信 短信会发 它告诉你 已经到了 这亚马逊最近发短信了 这一两年 以前都没有的 就是告诉你 网站上告诉你到了 然后你就去门口找吧 被人拿走 也是常有的事 不不不 不常有 不常有 如果在中国 很可能就被人拿走了 所以美国这种系统呢 它也像美国宪法中说 它比较符合那种 新教徒传统的单一的信仰 或者素质的人群 但是现在人 这种越来越多 参差不齐 社会也撕裂 所以以后美国要选举 再怎么搞 肯定会 会很多人不服气 就觉得有漏洞 现在有很多人在 全美上街抗议 这个选票舞弊 所以我觉得以后 可能不会这么弄了 会像台湾一样 在同一天 一定要到现场投票 当天就出票 减少 把争议减少到最少 如果这种投票方式 你想象一下 发生在中国 你看推特 或者油管海外的 中文舆论圈 自己不是局中人 对美国的大选 都能撕裂成这样 如果这个大选 是发生在中国 那么已经 中国已经是处于内战状态了 这是一些后话 或者我的感想 现在很多的川普支持者 还在抗争 我认为他们未必是对川普 这个人有多么喜欢 或者认可 而是对他背后的路线的认可 所以这是美国社会 目前深深色的问题 美国现在看似民主共和 左右撕裂的背后 其实是一种阶层固化和上下的断层 以及传统美国的远去 这是面对全球化和人类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时刻 简单的像那种开道车回到过去 回到美国的传统 至少从表面上这样回去 可能是回不去了 所以不过现在大选仍未结束 虽然美国的媒体已经公布了 但是我们过一会儿 另外一个节目会说 到底媒体公布能不能算 但是我认为反正川普还没有放弃 这个也没有定下来 拜登也没有正式上任 所以我就认为大选还没有结束 最后总统还没有选出来 所以现在对舞弊的疑云没有散尽 卢比奥还在发推 说内华达州说几万张选票 没有签名的用机器核实的 没有人工核实 那可能有待核实 然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员 吉姆·班克斯也发文 他说我和我的38名同事 写信给司法部长巴尔 要求他调查选民舞弊的指控 并确保在这次选比中 只计算所有合法选票 他第一次有些选票不合法 因为现在有近40个共和党争议员 联署寄信给司法部长巴尔 要他展开调查 从今天开始也就是周一 川普的团队就向各法院递交了诉状 有的被驳回 有的现在在受理当中 那么美国媒体 像什么美联社 纽约时报 国家NPR 宣布川普当选 它是不是有效 川普他会不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能不能坚持到最高法院来判断 如果一直打到最高法 最高法会怎么判 6比3的保守派大法官 是不是会保守派坚定的挺川 那个法官 他到底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么我本来想今天再做个节目 可能来不及了 可能会明天一大早做一个节目 来说一说 那么另外大家对美国的大选舞弊 有什么看法 对川普这四年留给美国 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成绩也好 政治遗产也好 对川普的这种上诉维权 有什么样预测 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里来讨论 目前讨论是很激烈的 这个电报群的链接在节目下方 同时也可以到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 那里现在我开通了一周一次的群友辩论会直播 是直播 首次直播是在两天前 两个半小时 虽然设备有点不好 我说话的声音很小 但是主要是群友说话 那个很清楚 里面涉及到美国大选 有没有舞弊 以及川普当选对台海关系 对中国的影响 初步的一个第一次的辩论或者讨论了 里面有台湾当地的网友 通过线上直播参与讨论 讲台湾的情况 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另外还有美女群友的发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 去观看 那么电报群和个人频道的链接 都在节目下方 好的 我们明天再见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